李梦为何会爱上张龙自毁前程 看她的成长经历就知道了 女兰李梦的瓜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很多人不禁要问 张龙到底有什么优点让李梦奋不顾身 从曝光的照片来看 张龙长相一般 身高比李梦矮一些 也不如李梦强壮 据悉她是一个45岁的中年人 而李梦只是一个28岁的姑娘 拥有大好前程 李梦曾多次入选国家队 去年帮助女兰获得世界杯第二名的佳绩 本赛季又帮助四川女兰夺冠 前不久又签约WNBA神秘人队 没想到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爆雷 很多球迷直呼李梦太糊涂了 为了这样一个男人毁掉前途 其实从李梦的成长经历来看 她喜欢张龙这样的中年人并不奇怪 李梦八岁那年母亲患癌 父亲既要照顾母亲 又要不分昼夜地去开出租车赚钱养家 年幼的李梦变得非常独立 每天在学校医院和家之间往返 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 她依旧没有放弃篮球训练 十岁时音表现优异 被上海一家体校录取 然而她的父亲却患上尿毒症 让原本不幸的家庭血上加霜 李梦在体校发生什么事都不敢告诉父母 害怕让生病的父母再添忧愁 为了扛起这个家庭 她承受了那个年龄段不该承受的痛苦 后来她终于进入WCBA 每次发工资都将大部分寄给家里 留一部分还房贷 剩下一点当作生活费 她在这种重压下生活了很久 她变得非常坚强 但是内心柔软且敏感 后来年龄比她大17岁的张龙出现了 成熟稳重的张龙能够稳定她的情绪 作为女兰领队又对她悉心照顾 让李梦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此时身高和长相 以及财富多寡都不重要了 李梦奋不顾身地投怀送抱 还在张龙被开除后为其找工作 她为了所谓的真爱忽视了道德问题 这次丑闻的根源在于张龙 得知张龙和李梦在一起后 张龙的妻子选择离婚 双方拟定了一份协议 如果张龙按照协议内容赔偿 这件事就不会被公之于众 李梦也能保住大好前程 是张龙迟迟不负责不对线承诺 一步步逼前妻走向极端 李梦即将前往美国打球 前妻害怕张龙和李梦一去不回 孩子的抚养费和赔偿金等赔款拿不到 一怒之下选择公之于众 让李梦陷入舆论的漩涡之中 张龙才是那个最该被谴责的人